看影片前记得赞、分享、订阅我们新城财经台YouTube频道 今天技术教师和大家讲的是9868小鹏汽车 去年7月上市初期没什么方向上下下下 9月15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但令股价跌了一阵下去 慢慢回稳之下10月27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但令股价冲了上去 但它也慢慢形成了个顶背池 12月初出现了第一个死亡交叉之后 股价再跌一阵 12月24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在这里我画了绿色的一些讯号线 有个虚线的圆底 实线的圆底走光升幅了 虚线的走不光 12月24日三条平均线倒序 加上之前的顶背池 是告诉你它已经开始转弱了 所以一个虚线的圆底要走光升幅似乎渺茫很多了 1月20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在里面有圆顶 双顶 而其中一个圆顶 甚至出现了上升裂口和下跌裂口 1月20日三条平均线倒序之后一路撒下去了 接着有少少少后抽 接着跌下去三月的低位 走光跌幅了 这里有一个黑色虚线的圆顶 量度跌幅很惊人的 但在6月21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顺序之后 以及78元有个底背池 其实已经有少少暗示 它不会再跌下去了 即是说这个黑色虚线的圆顶应该不成立了 另外深绿色的一组形态 有一个虚线的圆底 有一个箱底 也有个底背池 箱底走光了 虚线的圆底 8月3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也都暗示告诉你 它应该不能够成立了 它会迟些可能会再有一个新的形态出现 例如会不会出现一个轻微的上升通道 或者一个长方形 也都是有可能的 今天技术教师和大家讲一下9888百度 在图初段7月14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然后慢慢刺下去 7月底至8月的尾段 就看到底背池才开始停了跌幅 有些反弹 但10月8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但10月19日很快又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但令股价向上 11月25日又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如果我们从8月底至11月底 其实你发觉到在这儿上下下下的 形态上都可以看成一个 好像头肩顶的形态 但是我就当它一个圆顶去看先 都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最重要就是 它会不会跌穿条颈线而已 终于12月初它是跌穿了的 但是你要发觉到1月25号 它又出现了三条平均线顺序 就是说这个虚线的圆顶 未必能够走光了 但是它大概3月初之前 又是上下下下 形成了一个头肩顶的形态 再加上有一个顶背池在这里 3月14号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但是当日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下跌裂口 很快它就走光了这个量度跌幅 3月17号出现了一个上升裂口 形成倒形底 同时也是一个早晨之星 冲一浸上去很快的 你见到 升幅非常显著 但是4月13号就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慢慢慢慢跌下去 接着弹了一阵再跌 形成一个箱底 我画了一个虚线 它升上去的时候 其实什么都齐全的 6月10号有三条平均线顺序 甚至在5月27号有个上升裂口 再再都显示到它是一个强势 不过三顶背驰加上8月2号有三条平均线倒序 再再显示到它已经在顶上开始转弱了 所以现时相信这个箱底走的机会不大 但是迟些它会有一个形态出现 但是现时未能够看得到 而且14日RSI在50那里压得很实 MACD也都在零线之下 所以暂时不太乐观着 除非它能够转强 例如14日RSI上回50楼上 MACD上回零线之上 全部变回正数 而且可以出现一些黄金交叉 更加有利好的因素 就可以看回好一点点 今天其实就是和大家讲9961葵情集团 去年年中7、8月看到第一个底背驰之后 它都出现了一个挺可观的反弹 9月10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顺序 不过股价不算有一个很好的升幅 只是带来了一个叫上下落下的情形 去到11月26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由顺序去到倒序 我们看到一个平顶 接近一个平顶三角形形成了 在11月底跌穿了这个平顶的三角形 12月初出现了少少的反弹 看成后抽 接着12月6日 12月17日都出现了一个大的下跌裂口 去到一个低位的时候 这个平顶三角形差不多都走光了 接着就开始出现反弹 2月9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顺序 大令股价冲多一阵之后 3月初已经跌穿了一个圆顶的颈线 3月15日出现了低位 但是当日也都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这个可以说是迟来了少少的了 接着反弹 4月14日再来多一个三条平均线倒序 股价就逐步逐步向下 接着股价慢慢回稳 6月22日出现了三条平均线顺序 带领股价冲一阵上去 甚至升穿了三月底的高位 下方形成一个圆底 接着慢慢出现了一个回吐 现时似乎在做一个后抽 我相信只要它能够维持到三条平均线顺序 再次升穿6月底的高位的话 走完这个圆底的量度升幅都有机会的 今天奇述教师跟大家讲的是9988阿里巴巴 去年7月13日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慢慢跌下去 大概7月底开始有点反弹 但是8月中的时候又跌穿7月底的低位 形成一个圆顶 有点后抽之后再跌 一路跌下去的时候 有一个底配池出现的 10月就明显有一个反弹 有没有留意到我画了一个黑色的虚线圆底 这里它没有办法完成一个量度升幅 主因就是11月25号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去破坏了它的上升动力 但是在10月至11月尾的时候 有一个圆顶形成了 11月25号的三条平均线倒序 它其实就确认这个圆顶初步成立 甚至跌穿了颈线 再有11月19号的下跌裂口 再再都显示到它走一个弱势 虽然它没有很快地跌下去 甚至乎出现了12月1月 去到接近1月尾都出现了三底背池 不过平均线在2月25号再次倒序 在中途里面它虽然出现过黄金交叉 但是没有办法三条平均线顺序 所以在10月至11月形成的圆顶仍然有效 接着就当然了 3月出现71元的低位了 而且我们看回12月去到2月的时候 它也都形成一个头肩顶的形态 2月25号出现三条平均线倒序 初步确认这个头肩顶成立 接着跌穿颈线之后就撒一层下去 近期我画了一个红色虚线的圆底 虚线可以暗示给大家听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机会成立 虽然它有底背池 6月15号三条平均线顺序 但是8月3号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这个我反而觉得要走这个圆底的量度升幅 较为困难 所以暂时我觉得它应该不成立这个圆底 后面走势可能会慢慢出现一个新的形态 所以我们要抱一个观望性的态度 今天其实我教师和大家讲的9999网易 图形非常之复杂 实线的代表图形 走光或者有机会走光 虚线的代表它有机会不成立 去年3月15号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大令股价跌少少了 5月5号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 冲上去你会见到4月开始股价其实顶背次了 7月2号7月27号都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甚至7月27号出现了一个下跌裂后 一次过跌穿了三个圆顶的颈线 这个是重叠的 虽然有些反弹 但是很快又再次跌下去8月的低位 但是又出现了底背池 然后股价慢慢又反弹了一阵 反反复复之下 10月22号出现三条平均线顺序 然后出现了11月的顶背池之后再回落 这里非常之复杂 首先12月23号 1月28号 2月24号 都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在这里上下下下 股价出现了再一次的顶背池 同时形成了一个长方形 跌一浸下去很快就下跌了 3月的急跌其实就是跌穿了这两个黑色虚线的圆顶 3月之后它有一个反弹 去到5月11号出现了三条平均线顺序 所以这两个圆顶成立的机会非常之微 3月出了低位之后反弹一阵 在6月的高位其实升穿了2月的高位 下方又形成了一个圆底 但是我都是用虚线 因为7月7号 8月9号都出现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这个圆底成立的机会大打折扣了 由5月出现了三条平均线顺序之后 它上下下下 形态又开始出现了变化 形成了一个类似头肩顶的形态 刚才所说的7月7号 8月9号形成了三条平均线倒序 如果它跌穿颈线出现了后秋 再次跌穿颈线之后的低位 这个头肩顶仍然有机会成立的 它一切都是低位 这个头肩顶的人 这个头肩顶的体档 是某个头肩顶的 也要是这么小的 哦 就那些头肩顶了